今天新屋入伙 會和大家參觀下收樓沒多久的跑馬地紀雲峰 發展商嘉里去年年尾開始賣樓 至今賣出超過60個單位 平均赤價2萬元 最便宜都要賣接近3千萬 其中今次看的頂層特色單位 二項價更加要1億6800萬 室內整體佈局都不錯 大部分用料的損材和裝嵌手工一般 有改進空間 另外物業位於山光道入口 位置似乎隱蔽了一些 跑馬地紀雲峰由嘉里同培申發展 位於山光道20號 不過屋苑入口隱蔽 在華茲大廈後面 無論人還是車 都要經過這條橫行才入到大堂 何木洛城無奈 配合重推 發展商開放了一個頂層連天台的單位 比有興趣的買家參觀 這個單位3,800多呎 是交流標準 客販廳系直廳設計 闊32呎8吋 深24呎4吋 空間闊落 單位位於頂層 有12呎半的特高樓底 進顯豪宅氣派 不過鋪製的石材 無論是損料還是手工都一般 看到有打磨過的痕跡 不過並未解決顏色不關雲 以及部分出現明顯崩化的問題 有很多黑色斑點或深黑色斑點 令人覺得像污漬一樣 有不同類型的斑點 另外其實石本身 你看到很多是崩化的 在陽光底下你看到 其實很多碰口位 一塊石和另一塊石 其實是不平的 是好像事後再做打磨 何具業建議 買家買入單位之後 向發展商要求重鋪 主人房的浴室 其實部分地磚也有類似的情況 在運輸出現問題 導致這些全部裂開了 將來使用時 這裡經常濕水 這些水和繁殖污漬 就會吸收到紋 旁邊很快出現黑色 比較難看 而且無法清潔 浴缸邊手工都不理想 這些一開一賣 還有起閣 起閣就很容易掛到 起閣這裡有窗台 為免淋浴令到窗台積水 發展商加裝了一幅玻璃隱瞞 何具業說設計概念是好 但實際就不是那麼好用 外面的玻璃清潔 現在就這樣 這裡推出去就開不了 這裡有窗也開不了 所以其實這塊玻璃在這裡 就擋水 帶上去 也影響了外面的清潔 用起來要小心 當然可以 要關上它 拉出來 開它 然後進去 但實際上來說 這個空間基本上是用不到的 全屋有四間房間 每一間都是套房設計 最小一間都有100呎 而最大的一間更有約莫400呎 何具業說以3,800多呎的單位來說 房間大小比例算是適中 不過長身的手工就一般 不僅不平滑 部分批檔已經出現裂痕 但是廚房就值得一讚 中間擺了一張工作桌 四周的活動空間仍然綽綽有餘 設備也相當齊全 除了有細廚用的爐具 還特別有中式爐具 單位又來自樓梯連接天台泳池 雖然未正式入住 部分石材出現退色的現象 何具業建議 日後業主入住後要經常留意泳池有沒有滲水 擔心有些水在後面慢慢滲出來 導致在我們的英泥沙上 有些所謂鹽糞 開始慢慢發出來 有些水彈動出來 變成裡面的結晶體 這個窄窄的露天酒吧位 地面部分食材顏色不均勻 碰口位亦有明顯的水漬 而薄口位的水就是索在薄口位索進去 何具業估計是因為這裡沒有去水位 下雨後比較難去水 長期浸水造成 發展商強調 單位還未賣 交樓給業主之前 會跟進所有質量的問題 保險 發展商強調